老花姨每日一打回答丫臭宝们的养黄问题啊 一个臭宝说老花姨求救 看样子像大夜伞上面黑了 剪了吧 剪了吧 下面可能还会再发出来 也可能会有植物奇迹生命奇迹也可能会有 这个一般是怎么引起的呢就是黑杆黑腐病啊别的没什么大事 你拍照片下回拍个完全的吧这么小一颗旁边还有大的呢 你非得在一个歪脖子树上吊死吗 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丹念一枝花 小丑毛橡皮柱 侧芽长起来了 想要别的侧芽长起来需要再砍头吗可以的 可以再砍头可以再砍头 这个东西怎么算了植物它一直有很强的萌烈能力都会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这个样子有的话说 我弄完以后怎么就一生一啊没事多来就好了 下个揍吧我白蓝换土新长出来叶子都掉了 能不能重新上盆 白蓝我不止一次的跟花蕾们算 就是它叶子很大 杆子很长 它就老是容易蔫 你可以适当的修剪修剪然后现在你也不怎么用肥料空气湿度也不怎么挖晒 这玩意跟多肉在一起养 你这不就感觉跟猪圈里边养鱼差不多吗 它根本就不一套我不搭 明白吗不 别倒腾它了别倒腾它了 不是烂根就有点水大别的没啥 空气湿度不够你可以翻翻我之前那个白蓝的咬呼视频啊 加州宝说 这个石湖大概一个月前有虫子现在 怎么怎么 你说这个土现在挺好的可以适当用点肥料关于这个土的话一般种石湖和兰花的话 一到两年换一次看你的 时间精力吧别的没啥 下个受饱水培的文竹怎么回事啊 你别的水培的人你土培的该黄的也得黄 现在有很多就是 你们看起来像一个小瓶子里边插一根或者两根各种水培的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这个水培呢就跟人一样你不吃饭全只在吊瓶上 你看起来 你跟我大舅子一样天天不吃饭挂个吊瓶你感觉呀 他活挺好还挺实麻 你也弄 你大舅子现在怎么不欢腾了 我感觉也难受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为啥了 水培的营养老是供不上 还有一个就文竹这个点 你就是土培的才有黄叶子的 下个臭包 我给他换了个盆子叶子大概二十多天掉了很多 少浇水啊 少浇水这个东西控控水啊 水大了容易掉啊 别的没啥好活的玩意 一个月浇一回水就差不多了 好了别的没啥 绝不热机点个赞 我老花一 老花最愿意 下期再见 快来